接下來就跟剛剛的SC圖一樣 我們要比大小 誰大誰小 一樣 圖形比大小 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直切一刀表示時間一樣 一個速度變化多 一個速度變化少 速度變化多的就表示加速度比較大 好 理化上說速度變化多的叫加速度比較大 用眼睛看叫做這個比較斜 那個比較平 所以比較斜的 表示加速度比較大 數學上說這叫斜率大叫斜率小 但我講過高中才會教什麼叫做斜率 所以用眼睛看 比較懂的加速度就比較大 所以這一題沒有任何數字 我也可以知道 甲根以誰的加速度大 我看一看 我就沒有 我不需要做什麼計算 我用眼睛一瞄 我就知道 甲根以的加速度誰大 韋崇文 韋大哥 多少 甲比較大 請坐 甲比較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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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甲的加速度比較大 跟我們前面叫HG圖一樣 我們可以算 我們可以算 我們算的叫做平均加速度 就需要幾個點 兩個點 才會有DLT跟DLV 找到兩個點 計時開始速度一 計時結束速度二 塞到公式裡 算出來 所以圖形上給我 我們就點兩個點 點完 塞到公式裡 我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就是我的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 所以Keyword 兩點可以全定一條直線 兩點定出來直線之後 跨數就出來一個加速度 所以Keyword VT圖的直線代表什麼 代表加速度 代表的是加速度 然後直線如果越斜 加速度就會越大 直線如果越斜 加速度就會越大 所以呢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直線越斜 加速度就會越大 跟我們前面X2類似 記得嗎 X2代表的是速度 類似的講法 好 那一樣 你這個不是本加速度運動 沒有關係嘛 反正呢 你只找幾個點 兩個點嘛 找兩個點嘛 計時開始速度一 計時結束速度二嘛 然後就算完好 來 兩點一條直線 我們講過嘛 把你叫做平均加速度的意思就是 我只算平均值嘛 把你當做你是等加速度運動嘛 中間的快慢不管嘛 所以一條斜直線等加速度運動嘛 就會在這麼多的時間 有這麼大的速度變化量 變化量嘛 誰叫算嘛 所以我就知道兩個點 這叫平均啊 我們還學過的什麼東西 順時啊 順時要某一個時刻嘛 某一個時刻怎麼辦 就要把那個頂你怎麼樣縮小嘛 要說好小好小好小 無限小嘛 可是縮到無限小的這個數學能力是微積分啦 不過我們不會了 我們就不要管了微積分嘛 我們從圖形上看 它會變成一條切線 變成一條切線 變成一條切線 可不看切線就要好 但是呢 我們的計算 因為我們數學能力的關係 所以我還是只會做什麼 我還是只會做兩點 還是只會做兩點 好 可以 要求T1的順時加速度 先找一個點 割線 就叫割線 割線是平均 割線是平均 然後把T縮小 縮小 再縮小到最後就變成什麼點 切線 切線就變成叫做順時 但是你要我算 我還是不會算 我還算怎麼辦 找到兩個點 兩個點 碰到這兩個點 點完再進去 DLT DLV就算了 這叫做 VT 算順時加速度 跟隨便類似 但VT 多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稍微移 來 理話上說 速度走四秒 五乘四位移幾公尺 二十公尺 就是 這個叫做理話說 數學說 一個長 一個寬 長生一寬 面積二十 原來 VT 圖的面積就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位移 這個好簡單 就是等速度 那如果不是等速度呢 不是等速度也一樣 都一樣 只是我們國中生只會算幾種 我們只會算長方形 我們只會算三角形 我們只會算T形 但是我們不這樣算 三角形 三角形的面積就是位移 三角形面積會算嗎 底身高 注意了 P型 P型會算嗎 上底下下 底身高 注意了 反正不管啦 只要是命就是什麼 位移啊 來 你注意哦 他算出來的是位移哦 不是位置哦 我從二走到五 位移多少 三 你算算是那個三 不是那個二 也不是那個 也不是那個五 要注意 他算出來的是位移 不是位移 除非你出發點一樣 位移一樣才會位子一樣 位子一樣才位子一樣 好 結論 畢定圖的直線 代表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寫 加速度越大 畢定圖的面積代表的是位移 這一次的結論 請你要給我記好 就是有我們要請你注意的事情 OK嗎 OK OK